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关注,评论 把我们的视频转发到你的群组,分享给朋友一起看 现在是AI News比较艰难的时刻 但是不管现实如何,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提供优质的内容 也欢迎您点击信息栏中的链接,帮我们买一杯咖啡 或者是成为我们的会员 十二门徒及以上的会员可以看到我们在录节目时搞笑的精彩幕后花絮 在这里再次感谢您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可以作为保守派把声音发出去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对于此次的加州罢免选举 能不能保持正当公平是所有人最关注的一点 有一位朋友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说了一句大实话 他说只要能够保证选举是公平公正 没有做假的,谁唱去我都能接受 但是经历过2020的总统选举 我们就知道左派有太多的手段在选票上作弊 从孤河党要求彻查选票一直到现在 官方也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的加州罢免选举 到底有哪些地方让人觉得担心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去年大选舞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邮寄选票 不管你申请没申请 哪怕在登记的时候说我不要邮寄选票 那也不管还是直接给你寄来了 在这一次的罢免选举也是如此 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收到了邮寄选票 如果你是已经注册的合法选民 如果你好几天都没有看信箱了 你还没拿到选票的话 赶紧去打开你家信箱看一看 赶快把你的选票拿回家 如果你要是不拿回家 有的是人等着把你的选票拿走 根据Election Forum报道 在某个公寓大楼的监控拍下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有两名戴口罩的女子打开了公寓的信箱 在里面扒了来扒了去 专门就挑选票的信封拿 不仅仅只有这一桩 上周在南加州的Torrance 警察接到了报警电话 有一名男子在车内晕倒了 当时他的车就停在7-11的停车场 当警察赶到后 发现这一名晕倒的男子是一名重罪犯 在他的车里搜出了治疗焦虑症的药片 冰毒 一把上了糖的手枪 还有300多张罢免选举的选票 在他的车里总共有上千封信件 不知道是开了多少家的邮箱才拿到了这么多的信 上面给大家看的两个例子是直接开信箱拿票 在加州还有一个可以拿走你选票的方式 就是Ballot Harvest 选票收集 在美国一共有19个州是承认选票收集是合法的 加州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选票收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为这些选票收集员会到家里去拿走你的选票 这就好像你不会要把你的驾照交给任何人 你也不会要把你的social security 社安号告诉没有必要的人 选票是代表了你的声音 是你要投票给你支持的人 这些选票收集员都是匿名工作的 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真实的名字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把选票交给他们之后 他们会对选票做什么 甚至都不能保证他们拿走了选票之后 有没有放到投票站 他们会不会扔掉或者是修改选票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养老院和老人看护中心这种地方 就是他们最喜欢去的 拿走老人的选票 也没有人再会去追究选票是不是会被送到了投票站 这些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 来决定去哪里敲门 拿走你的选票 下面这则视频是发生在2018年的在Santa Clarita的一户人家 一个女生敲门叫出了屋主的名字 告诉她 我是来拿你的选票 我是来拿你的选票 电话 电话 震和用人读票 电话 虽然看起来 诶 电话 诶 电话 电话 网组物 电话 团 转型 电话 I just came here and picked up my ballot Yeah, it's new The bill just passed last year at the end So there's been a problem with like people Like half the ballots that were mailed out last year didn't get back A lot of people weren't signing the envelope in the back and stuff But yeah I think the bill that was passed and stuff It's not like I'm going to take it and fabricate it But it has to be sealed and it has to be signed for me to even touch i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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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2018年在选国会25选区的众议员代表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共和党的代表Steven Knight和民主党的代表Kitty Hill竞争非常激烈 民主党想要彻底掌控你的选票 他们不仅仅是在总统选举上动手脚 在这样的国会议员的选举上 他们也要获胜 也要让更多的民主党人进到国会当中 针对这次的罢免州长的选举更是不例外 选票收集这个招数对于一般的老年人来讲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他们会介绍自己是来帮助你填些选票 然后直接给你一个一条龙的服务 把你的选票拿走 今年住在洛杉矶县的选民拿到选票时都会发现 在信封上面有一个洞 如果你填好选票正面塞进去的话 在信封外面就可以看到你对于罢免纽森的选项 你是选择了yes还是选择了no 在这个方面要小心留意 不要把带有答案的这一面放到外面 填好之后折起来 把带答案的那一页放到背后 然后塞到信封里看一看 再次确认是否从信封外面能看到里面的答案 民主党对于作弊的招数真的是数不胜数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第一点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邮寄选票 赶快去你的信箱看一看 如果有了拿回家保存好 不要随手乱丢 如果还没有收到 这几天多去看看信箱 避免有人开了你的信箱 把你的选票拿走 不要把你的选票交给陌生人 不管他说他是谁 是政府提供的服务 帮你来填选票 然后再帮你拿到投票站去 不管他说什么 只要是有人来拿你的选票 你就不要交给他 拿好你自己的选票 家中有老人的 如果不会帮忙填选票 去帮忙一下 没有特殊情况的 建议你亲自到场去投票 如果你在公司上班 投票这一天都是会给你时间 让你去投票的 选票填好之后 拍照保存留证 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还没有注册选民的朋友 请在8月30号之前 登陆网站 registertovote.ca.gov 去注册选民 美国宪法规定 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保证公平的选举 但是选民欺诈 在当今的美国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实 根据Election Forum的数据 有200万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登记投票 重复的投票和死人投票也在发生 当这些违背宪法的选举舞弊行为 在美国发生的时候 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 被严重的侵犯了 选民欺诈是对每个美国人的原则 和权利的嘲笑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要出台更加严格的投票法案 出示带照片的ID去投票 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要求并不像左派说的 会造成任何的歧视 这只是保证公平的 最基本的一个步骤 目前在美国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有34%的州 投票不要求看任何证件 24%有不太严谨的要求 你可以出示不带照片的证件 来证明你的身份 20%的州是有不那么严谨的 要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 来参与投票的要求 6%是有严格的 但是可以使用不带照片的身份证 投票的法规 只有16%是有着严格的 带照片的身份证法 这个法规的制定 对于我们在选举中 是否能够迈向公正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诉求 在所有50个州的投票时 都必须要核实身份 出示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 才能参与投票 让我们一起来制止选民欺诈 让我们一起发出声音 敦促国会来执行更严格的 选民身份法 在我们的信息栏和留言区 有请愿书的链接 点击进去在上面签名 让国家听见我们的声音 学校的征战还在继续当中 在弗吉尼亚劳顿县的校董会上 已经出现了无数次的争论 从一开始的基督徒老师 China Cross 因为向校董会提出了 反对儿童变性而被停职 一直到现在 校董会的会议上 老师和家长 接二连三的反对 政府放在学校中 推行的意识形态 最近又有一位 小学任教五年的基督徒老师 虽然拿着高薪 但是学校给老师们的 意识形态的培训 在看到种族批判理论 在校园中的快速蔓延 他决定 在这个丑闻频发的 校董会上公开辞职 这年度我勉強 我考虑出现了 学校的计划 认为我会再次工作 在校园上 伤了这份工作的 并且暂时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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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暂时的读想法 不合同我 正在信息 我认为你 您的缺乏 考虑出现了 的增长 所长的高兴 的游客人 这份工作的 公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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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空间 中的空间 在外面 而是 the doors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emails sent by the superintendent last year reminding me that a dissenting opinion is not allowed even to be spoken in my personal life going so far as to send a form to my colleagues and i encouraging us to fill it out if we hear one another speaking against the controversial policies being promoted by this school board and adopted in this county i was told in one of my so-called equity trainings that white christian able-bodied females currently have the power in our schools and that quote this has to change you no longer value me or many other teachers you've employed in this county so since my contract outlines the power that you have over my employment in louden county public schools i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resign in front of you school board i quit i quit your policies i quit your trainings and i quit being a cog in a machine that tells me to push highly politicized agendas on our most vulnerable constituents the children i will find employment elsewhere i encourage all parents and staff in this county to flood the private schools their job is to teach our kids math science biology literature and that's it not ideology now you want to push garbage crap like pronouns how the hell does i keep a kid from succeeding how does i help them does i teach them how to add you want to push that garbage down my kids throat i will make you call my kids king and queen that's how i will address my sons and my daughter and you really you look at me you call me master you want that pronoun to be in your mouth when you look at me where are the school board's boundaries where does the absurdity and overreach of radical government stop absurd shutdowns an absurdly protracted period of distance learning that defy logic and data and an absurdly radical transgender policy that violates our children's privacy and safety why has public school become so mired in extremist politics and a permissive culture that seems to celebrate the latest popular fads like gender fluidity 現在的公立學校說的直白一點就是政府學校 學校主要不是在教導你的小孩基本的知識而是在灌輸給他們意識形態 這個勞動線的校董會一直都在傳出反對的聲音從6月份到現在幾乎每一次會議上都有大批的家長和老師抗議 但是校董會並沒有做出任何的改變他們還是在繼續的推進他們的進程 左派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掌控了教師工會掌控了我們的選舉 用各種手段來影響正當和公平 現在是覺醒的時候了 覺醒不是陰謀論 覺醒也不是否定現實告訴自己拜登不是總統 覺醒是接受現實制定策略進行反擊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國家 奪回孩子的教育 奪回我們的文化 讓美國回到建國的初衷 回到聖經的根基上面 美國是神創造的最棒的國家 每個人都要參與到這個覺醒的行動當中 這個行動不是給陰謀論增加點閱率 陰謀論看了之後會讓你覺得很有盼望 讓你認為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等川普回來就可以了 要徹底的翻轉美國 改變文化是要從我們每個人開始 從你的家庭開始 從你的社區開始 從你的工作場所開始 你要走到人群中去做光做炎 美國之所以是最棒的國家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建立在聖經根基上的國家 這是一個尋求神心意的國家 這是一個得到神祝福的國家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移民到美國 請你告訴他這樣一個故事 讓他知道為什麼美國是最好的 為什麼他願意移民到美國來 我們要讓美國的每一個細胞都回轉向神 才能做到文化翻轉的工作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那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關注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把視頻轉發出去 也歡迎點擊信息欄中的鏈接 為我們買一杯咖啡 謝謝您的支持 願神祝福您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我是Felisha 我們下次再見